而另外是今天上午在台北市大同区永乐国小旁 有一棵路树倒塌 而整个基座是连根拔起 横躺在路中央 压毁了附近的五辆自小客车 其中一辆是行径中的车辆 所幸就压到保险桿 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而这起的车祸意外呢 同时也是有像这样子的这个原因 那么稍后会有完整的报道 那么继续我们就要来关注的是 今天有特别新增82973例 境外移入是54例 死亡个案是有124例 这个人数是比过去两天来得高 那么很多民众可能会想问 昨天跟今天这样的本土病例差这么多 到底是不是疫情再度升温 我们持续来看 9个月大的一位女婴 那本身是没有已知的慢性病史 那她是在5月27号的清晨的时候 跟这个家长一起睡觉 那在这个睡觉当中的过程 被家里面的另一位这个同住的友人 发现说小孩被这个被子盖住 那没有生命迹象 那紧急在这个大概午后送医 到医院的时候 已经没有发现有心跳脉搏的情疑 都没有 那经急救无效而死亡 不过当时也有裁剪 这个新冠的PCR 后来结果出来是阳性 这个CT值是33.7 那所以根据这个检验结果呢 那也报请这个检察官这边来做司法相验 那法医这边的司法相验的结果 是诊断为有呼吸衰竭 那另外是根据这个PCR阳性的结果 面判是有感染新冠肺炎 那这一地是属于我们分类上 是属于家中死亡的一个案例 那根据这样的一个病程 以及这个CT值蛮高的一个PCR的检验结果 是没有办法断定说 就是整体的事件 是否一定是这个新冠病毒 完全导致 不过就是说目前的归因 我们还是把它判在 跟新冠有关的一个死亡 我们把它分类在这个 家中死亡的这个类别 所以在这个小朋友的个案 加上去之后 总共目前这一波的本土疫情 是有17位的这个12岁下的儿童 有这个死亡的情形 其中5位是脑炎 4位是肺炎 2位是败血症 那家中死亡的总计有5位 那也包括今天的这一位 还有就是有一位 是有这个共病脑肿瘤的一个情形 而其中一名是九个月大的小女婴 她5月27号被同住的亲友发现 被被子盖住 没有生命迹象 在家中猝死 那么在这个急救之后 无效经过检验PCR 是呈现阳性CT值33 那么目前的家属 也在积极的在检讨当中 而继续我们来关注的是 在台北市有20名的医检师 他们特别跑到了台北市 议会前抗议 指控的是台北市联一科 扣属于医检师的防疫奖金 诉求是不应该设奖励金的上限 维持30%跟70%的分配比例 不保留奖励金的2% 以及奖励金的70% 应该要尊重各个院区 依照贡献程度来分配 截至新闻播出前 台北市联一没有回应 手举牌子拉起布条20位医检师 在工会带领之下 到台北市议会前 抗议北市联一 苛扣属于医检师的防疫奖励 因为他这个是一支一支算钱的 那你做了几支就是多少钱 你怎么可以说我超过了 然后你太累了 你我不给你这些钱 这不合理 完完全全不合理 原来医检师们的诉求是 不应该设奖励金上限 维持30%跟70%的分配比例 不保留奖励金2% 奖励金的70% 应该要尊重各院区 依照贡献的程度来分配 如果需要修改规定 也应该要有合理的依据 工作量然后跟上班时数 然后跟人力都补足 调配之后才来设上限 他们第一次发完之后 就开始闭门会议 完完全全都没有跟员工告知 后面要怎么分 根据统计 目前全台医检机构 大约252家 医检师大约有9900多人 因为疫情的冲击 工作量全部大增 但是北市联益的医检师 却发出怒吼 疫情爆发以来 医护待遇福利争议不断 中央跟地方政府 如果不设法解决 倾听医护的心声 只会让辛苦付出的 医护人员更加心寒 记者余盛行亲组人 王一仲台北报道 指揮中心才说 五到十一岁儿童 第一季的接种率是60.5% 但总统蔡英文 却在脸书上发文 指出覆盖率达到74.2% 数字差太多 被人说是假讯息 莫德纳加辉瑞 所施打的技术 除以五到十一岁本国籍的户籍人口 在每一个县市的户籍人口 得到的我们把它争作 第一季的接种率 那现在昨天大概60出头 那今天到了63.9% 那另外因为他要 就是因为有确诊 那三个月内没有办法施打 基本上他大概确诊 有基本的一些抗体在 所以我们把它当作一个社区的涵盖率 社区涵盖率 那这里面在分子 就把确诊人数 加上刚刚所讲莫德纳跟辉瑞 施打疫苗的人数 然后再除以 这个五到十一岁本国籍户籍人口数 那得到的一个社区涵盖率 那这里面是涵盖率到目前来讲 到今天也达到78.2 全国达到78.2 好 这个疫苗的覆盖率 总统说是74.2% 那么被发现跟指挥中心的60.5% 差太多了 被说是假消息 今天他把这覆盖率的文字改成 社区疫苗覆盖率 你这摆明就造假 这没有什么好讲 你就是造谣 你就是在胡说八道 你就在造谣 因为这不是疫苗覆盖率 然后他就讲到复疫苗覆盖率之后 就抓包了 就拼了 于是他就把它改成说 疫苗社区涵盖率 我问了所有我认识的专家 这是什么意思 没有人听过这个词 没有人听过什么叫做社区涵盖率 涵盖什么东西 什么涵盖了 什么叫社区涵盖率 这是在完全百分之百硬熬 他的意思是说疫苗 人工抗体 社区涵盖 就是你在社区感染当中 得过了就是社区涵盖 群体免疫的这个意思吗 我不懂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诡异式 然后一群狗官想出这个烂名词 在那边呼嚨大家 他也不肯把这个图卡拿掉 他就改了字 拿掉还成何体统 对 这难道会犯错吗 不行 所以我就改了一下 然后跟你继续硬拗 走到这边 你已经觉得这个国家很恶心 这个总统非常恶心 他当年讲说马英九是数字总统 那请问一下你这个假数字总统 你是不是比恶心跟烂 更加的恶心跟烂 这已经很糟糕了 结果今天上演的所有的官场 限席记更加恶心 苏文昌是一个 苏文昌已经他完全就已经 他其实已经很长一段时间 就变成是你在宫廷区里面 看到那种最烂的宦官 那种太监 然后会整天奉承着主子 吃喝拉砂碎 他都可以把他讲成是多了不起 一名神武的干了一个很大不了不起的大事 天啊你今天拉的屎好美啊 好香啊 就差不多这种人 他就是完全不讲是非 好现在疫情持续紧绷 推荐给大家可以使用我们 旺旺雪神的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如果您的空间比较大 大陆有8平的话 那么可以选择这一组 好如果你会说你的空间比较小啊 推荐给大家另外一组 80ml的容量的雾化器 在哪里购买呢 就是到我们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能够买得到 好